空间缝隙残余的能量形成时空挫展区 时空挫展区的蔓延将会吞噬掉一切空间 西卡企图借此摧毁地球 夺取金石能量碎片 变形联盟必须尽快制止西卡 阻止灾难的发生 变形联盟正义突击 海虫 快来帮姐姐把东西拿进去 哦 好的 来了 来了 海虫 帮我一起准备一下食材 今天姐姐要给你们做一顿大餐 土豆 火龙果 姐姐该不会是要把这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吧 火龙果很有益处 可以降血压 预防便秘 而且可以分解体内的重金属 土力士它们体内金属聚集太多 很适合它们吃的 嗯 土力士它们本来不就是金属吗 嗯 火龙果炒土豆 火龙果蒸鰻鱼 火龙果蘑菇汤 嗯 让我想想还能搭配出什么新菜式 完了 姐姐的黑暗料理又升级 这是要做火龙果大餐吧 光想想就觉得肚子疼啊 那个 姐姐 我突然想到还有事情要找普力士它们 就先不帮你准备大餐了 喂 海虫 真是的 每次都跑这么快 不好了 土力士 姐姐又在研究新的黑暗料理了 那确实不是好消息 不好意思 你们在开会吗 没关系 我们正在谈论上次出现的机甲兽 机甲兽 嗯 土力士 你跟长臂那天在外面巡逻 在机甲兽出现前 你们有发现什么异样吗 是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要从我和长臂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时空错展区说起了 时空错展区 长臂 你在高处有没有看到什么异样 哼 这个城市每一条街道 我闭上也都不会走错 还能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要掉以轻心 之前空间缝隙 有可能留下隐患 所以我们才分组进行巡逻 等一下 怎么了 你有发现 我看见了一个目标 呃 是敌人 我看见了一个可疑的蓝色傻瓜 驾车傻瓜 我要攻击他 哼 长臂啊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独立士小心 聚合变形 裂风暴长臂 狐狸士 先去住 快 这 这里原来是车站 怎么会变成这样 让我看一下 时空挫展区 长臂 我们好像发现了新的物理现象 那会不会有奖品啊 奖品就是一个大麻烦 这应该就是空间缝隙留下的后遗症 我们要尽快通知基地 这些事情用不着吧 我可不想让神经手来抢奖品了 诶 长臂 我宇宙第一先去看看 长臂 不要单独行动 我可是超宇宙第一的长臂 有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 你总是那么轻敌 万一 哎呀 狐狸士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 什么东西啊 你不是又在恶作剧吗 那是金石碎片 这里果然是跟金石有关 就是这个东西 速度竟然那么快 不好 快拦住它 变形联盟 聚合变形 好夕 相惜普立誓 裂风暴长臂 看我的 糟糕 碎片被他吞掉了 这下变得麻烦了 那就把他打到吐出来 小心 他是想沿着我们来的路 进入我们的世界 如果给他得逞 就麻烦大了 对了 这个机甲兽是什么来头 按照你们刚才说的 对方的目标 应该是基因石啊 而且还拥有 打开空间通道的能力 会不会是 浩克星派来的新敌人 这 我们也不太清楚 他出现得太突然了 机甲兽与浩克星无关 准确来说 对方并非来自 我们所处的宇宙空间 什么意思 根据之前战斗师采集到的 相关数据影像 经过对比分析 这机甲兽 应该是一种名为 时空兽的 易时空产物 易时空产物 当我们的宇宙发生 剧烈震荡扭曲时 本位面宇宙 会与其他平行宇宙 发生异常交错 产生时空挫展区 这种机甲兽 就是时空挫展区里的 七因石碎片 通过模拟其他空间 出现的生物 所产生的时空兽 基因石碎片 就是它们的能量来源 所以对方才会 夺取七因石碎片 没错 之前特性队长 委托调查近期出现的 异常能量波动 结合普利是他们 在时空挫展区的遭遇 我认为 队长所说的 未知能量立场 就是时空挫展区 按照目前情况 如果任由 时空挫展区肆意发展 那么将会导致 时空秩序失衡 从而带来 无法预估的危险 我们必须想办法 尽快找出 时空挫展区 消灭时空兽 将交错的时空 导回正轨 还有 浩肯星那边 也需要多加留意 如果让他们 得到这些时空兽 就麻烦了 好的 我们明白了 根据目前形势 浩肯星是不能指报的 那队长 我们 该怎么办呢 幸好我还没把 之前收集的 精英神碎片能量 送回浩肯星 我们有这些能量 又能做什么呢 以你们的智商 肯定想不到 现在 我们必须建立属于 自己的超级军团 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